大家好,我是小薇老师 这一章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日志中心 我们的日志中心呢,首先看一下这个PoM 这个PoM呢,跟别的基本上也都一样 我们要有注册中心 配中心 还有呢,MyBelice MySeeker启动 还有认证的 这里呢,我们还用到了MQP 这里呢,主要是这个RapidMQ的 还有呢,这些Swagger的 这里呢,我们先讲一下我们这个 为什么要记住RapidMQ 我们目前呢,提供的实线是什么呢 通过消息 或者说呢,你直接调我们的Client 来查日子 这两种方式呢,就是你可以都可以用 第一种呢,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调我的Client 我们日志中心呢,提供了一个接口 你只要传进来一个日志对象 我就会帮你保存这个日志记录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 你不需要调我的Client 你呢,只需要往我们 约定的一个对列里面呢 发出一条记录 把这个日志对象呢,发送到我们 约定好的一个对列里面去 那么我这个日志中心呢 就会处理你这个监听这个对列 然后呢,就会处理你这个消息 把你这个日志对象呢 保存为日志记录 目前呢 我们的这个Log Service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保存日志 一个是呢,查询日志 目前呢,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线 这种实线呢 就是把它存到了MySeeker的数据库里面 那么如果说你以后要扩展的话 如果你不想保存到数据库里面了 你只需要实现这个接口就可以了 比如说,以后呢,你想把它存到这个 ElastX search里面 那么呢,你就继承这个Log Service 写一个实线 相关的地方呢 你把你那个实线类呢 作为一个组的实线类 其实就可以了 下面我先接着看一样这个日志中心的配置 日志中心的这个Botstrap.mr 跟这个用户中心啊等等基本上都一样 只有这个Surfing Application的Name 不一样 那么它的配置中心 大家看一下 它有哪些配置呢 首先这个是这个日志级别 还有日志输出文件的一个配置 我们这里呢,默认是基于这个MySQL的实线的 这里是数据库的一个配置 然后呢 这是RableMQ的 下面呢,这是MyBitList 这个是认证中心的 接着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库 我们的这个日志的数据库呢 是Log-Cloud-Log 里面呢,目前只有一个表 T-Log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T-Log 这个T-Log呢 其实对应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Log对象 首先有自争主件 用户名 还有相关模块 这里呢 有个参数是什么呢 参数值 这个参数值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日志呢 可能比如说我要调一个修改用户 那么修改用户的日志呢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 它修改用户的一些参数 我们也给它记录下来 这个呢,是一些备注 这个Flag呢 就是说是这条请求 或者说你这条认识的成功 或者失败 这个认识的一个创建时间 定用到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其实就是这儿了 我们的用户名呢 一般不会太长 相关模块 比如你是一个修改用户模块 添加角色模块 添加全线模块 等等 参数呢 这个参数呢 我们不能保证的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text 背注呢 这里一般呢 可能会异常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备注 我们直接把异常信息呢 输出进来 记录下来 Flag就是日志成功或者失败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日志中心 具体的这个代码 首先呢 我们启动类呢 启动类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呢 它首先是一个四平坡的项目 然后呢 需要注册到注册中心上面去 配置类呢 配置类也很简单 我们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 一步 开启一步的配置 然后呢 大家注意啊 这里是开启一步 我们这里呢 把这个task executor呢 做成一个bin 我们这个核心限定值呢 给它50个 最大的呢 有100个 这呢 你们跟情况呢 自己去调 下面呢 这个是revit mq的配置 revit mq呢 我们这里声明了一个对列 到时候呢 如果说你是基于消息的去 发送之呢 就会发送到这个对列里面去 这里呢 我们定了一个常量 System.log.queen 这从此呢 也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个圆码 这是一个持久化的 这里是个task 是一个持久化的对列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一个资源服务器 日制中心呢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接口 有的只是什么呢 有一个需要匿名呢 匿名的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 是这controller里面一个添加日制的 同时呢 它可能也是一个只有在内网里面 我们允许它在内网里面去访问的 就是你不可能 不允许它通过网关 直接来访问的 那么这个接口 这个添加的这个接口做成匿名呢 我们有什么顾虑呢 其实就是说 可能以后呢 我们可以扩展一下 记录一些系统的日制 因为现在我们日制设计的呢 这个yourname呢 可能都是根据 目前的呢 都是根据这个 当前登录用户 的用户名 那么以后 我们这个接口呢 其实也支持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实现 它其实也支持 系统发一个日制 就是记录一些系统日制 那这个用户名怎么来了 其实呢 你可以在这个用户 用户表里面呢 其实相当于把我们的系统呢 也当成一个用户 只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用户名 那系统发日呢 你肯定不能允许 不能要求这个系统去登录吧 主要顾虑呢 是有这一点 当然呢 系统发日制呢 你也可以记忆这个消息嘛 如果记忆消息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校验的 没有这个登录校验的 而且呢 这个接口呢 我们给它做成了一个义部的 就保证日制呢 这里其实是一个义部的 最后面这个配置呢 其实是我们那个 swagger的一个配置 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日制中心的 这个controller 我们的controller呢 大家可以看呀 首先有一个保存日资的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呢 就是我们提供对外的一个保存日资的一个方式之一 就你可以主动来调 那么这呢 其实我们呢 其实就调了一下我们这个log service 目前的我们这个log service呢 只有一个实现 那这个实现呢 其实就把它保存在到数据库里面去了 这里呢 这里呢 会检查这个创建时间 还有这个呢 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seq 那么共鸣思义呢 那有些指段你可能是 我们有些字段呢 也是不能为空的 像这个yourname 还有这个模块 这两个呢 也是不能为空的 那么就 其实这个约定 其实相当于什么呢 你这个yourname呢 必须由外部来传 还有那个模块呢 也是外部来传 因为我日制中心 我不知道你是谁 也不知道你是哪个模块 这里呢 就是说你谁来调这个接口 那么呢 这个yourname和这个模块呢 就是谁来负责去 set进去 这里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插入 虽然呢 我们这个数据库的 这个id呢 也是自征的 但是我们这里呢 其实没给它返回自征id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来看 没有什么场景呢 是需要的 而我们的这个 tinyr字的这个接口呢 其实也是返回的wide 下面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个日制模块 这个日制模块呢 你需要有日制查询的权限 才能看这个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返回的一个map k是string value是string 直接返回这个东西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这个呢 指我们的日制模块的一些定义 我们这里呢 这个假如价项目呢 是把它定义到了这个加法里面 是一个长量的 相当于一个长量的一个 一个类吧 那么这个k呢 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前面呢 是一些长量的一个定义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k的定义 那这个静态块呢 其实就把这个k呢 和value呢 设置进去 那比如说登录 那这个k呢 就是login 就上面这个login value呢 就是登录 同样的下面都一样 那就明显了 这个就返回一个kvalue的一个金串 这个呢 主要提供给管理后台 去做查询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下拉筛选框的 日制查询 日制查询就简单了 那可能说呢 你有一些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实现吧 实现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k的查询 和一个历史的查询 这个呢 因为查询有各种长颜条件 我们呢 这呢也是写在的 这个maper文件里面 可以说呢 你可能会根据 用名来查 也可以根据什么呢 各个模块 每个模块来查 也可以根据日制 是否成功和失败来查 当然我们这里的日制 是否成功和失败啊 并不是说 你这条日制插入成功了 就是成功 不是这个概念 那比如说 你有一个修改 角色的功能 那你修改角色成功 和修改角色失败 是这个概念 还有个日制的一个 时间的一个查询 当然呢 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个分页信息的时候 我们这里其实都加了一个判断 其实有些场景呢 是不需要加这个判断的 我们这块代码呢 可能都是一个 copy过来的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不需要加这个判断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日制查询 按理说呢 日制非常多的 那么呢 所有场景都需要分页的 除非你跟你IDG差不多分页 所以呢 这个条件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删掉 就是说呢 你这个场景呢 是必须要传 起始和这个长度的 起始位置和长度的 我们这呢 因为是统一 Coffee过来的 所以这块呢 先加上吧 下面呢 还有什么呢 下面呢 这个日制呢 还有一个 Consumer 就是消费者的意思 消费者 这个是什么消费呢 其实 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的日制服务呢 提供了两种 保存日制的方法 一种呢 是你直接来调 Controller 另外呢 是你往日制队列里面呢 发送一条消息 我们呢 监定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就是那种方式 大家看一下这个写法 首先呢 它是一个Spring 一个Bean 还有呢 这个注解 RabbitListener 这个就是RabbitMQ的一个监听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主要指定了这个 对列的名字 对列的名字 就是说监听这一个对列 当然呢 根据它这个写法呢 大家可以看 它这个对列呢 其实是一个宿主 你也可以监听多个对列 还有呢 你可以更高级的写完了 还有一个对列的一个绑定 我们这里呢 用的是比较简单 只是监听这一个对列就行了 那么真正处理这条消息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是这个东西 Handle了 Handle了 一般都是一个处理的一个逻辑 我们这里呢 接收到的其实就是一个log对象 这里呢 接收到之后呢 自己给它来一个保存 当然了 我们的消息处理这块呢 尽量加一个Trekatch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不加Trekatch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某些原因 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是报错的 可能说它是会一直报错 那由于你没有Trekatch 那这个对列的里面那条记录呢 其实相当于永远消费不掉 这里呢 其实就会打出 它不停地消费这条消息 进而呢 会把你这个日志呢 称报的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日志中心的一些处理逻辑 还有呢 这个ZrebinMQ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下面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回顾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网关城啊 网关城的TokenController里面有一个系统登录的接口 这里呢 大家看 这里呢 其实就有一个什么呢 有个登录之后呢 这里有个方法 这里呢 我们经营了一个日志的记录 就是登录日志的一个记录 我们这里呢 做了一个log对象 把用户名设置进去 日志的模块呢 设置进去 还有登录的时间呢 设置进去 这里呢 直接调了一个log的一个controller 把这个日志对象呢 保存到日志中心去 这个登录这块呢 我们是采取的是DialClient的方式 当然呢 如果说你想用抛消息的方式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改 还有哪块呢 还有呢 还有呢 我们的认证中心的一个删除Token的一个接口 大家可以看 这里呢 删除Token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退出的操作 我们这里呢 其实也其实跟登录一样 是基于这个controller的方式 基于这个client的方式呢 去主动的往日志中心呢 调用了一下 把这个日志保存下来 那么调用controller的方式 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日志服务挂掉了 那你这个调用接口的方式呢 这就会失败 那这里失败呢 我们这里是没有处理的 弊端就是说 你这个直接调client呢 可能并不是说可靠的 那么我们建议一些什么呢 建议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日志呢 你可以调client 如果说非常重要的日志 最好呢 还是抛消息 如果说你的日志中心挂掉了 那么你的消息服务呢 你的RevitMQ等等 它还是好的 那么即使你的日志中心挂了 那我抛消息呢 它还是在消息队列里面的 那我们的日志中心 不会一直挂的 当我们日志中心启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处理这个消息了 最终呢 把这个消息呢 处理掉 处理掉 保证到日志中心 这是基于分client的方式调用 那么呢 下一章呢 我们来讲一下 基于消息 来发送日志 自己消息 优优独头